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落幕告一个段落 而出现了强力上涨 难道会觉得很意外吗 应该不会 因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突然消息的转变 恶务之间本来就是打打停停 边打边谈 那么我们讲过 其实战争哪一天会结束 真的没有人知道 恐怕连普丁自己也不晓得 那真要说也大概只有他有机会知道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全世界的人 包括你我 我们都知道战争一定会结束 那结束之后金融市场会变什么样 你也知道 避险性的标的它一定是回归平淡 就之前怎么涨上去 之后就会怎么跌下去 那股市呢 反过来说 之前怎么杀下去 之后就怎么涨回去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说恶务之间 这个战争可能要告一段落 真的让大家很意外吗 老实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这是预期的剧本之中 但是你要想想的是 你在过去这一段所谓的战争利空的干扰之下 你是在犹豫观望 还是不断地错过机会 又或者是你是积极行动 太弱换墙 跟上行情 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想想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战争的事件 它终究是会过去的 那我们不要去管那些 你没办法掌控的事情 那而应该把你的心力跟时间放在对你真正有用 有帮助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战争 地缘政治事件 它一定会带来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过去魏洋老师也举了70年来的地缘政治事件的经验 告诉各位 每次过了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十二个月后 这个股市它就是回到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好 那当然呢 有很多人说 老师 战争就算结束了 那回到基本面来看 现在高通膨 那物价的压力会迫使联准汇呢 更为鹰派 持续升息 好 事实上呢 升息对于股市的影响我们也讲过 好 那今天不再谈这个部分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你认为俄乌的战争 难道没有进一步又刺激了通膨吗 显然是有嘛 所以之前全世界都在讨论 俄罗斯 产油 产天然气 产农产品 产贵金属 乌克兰 产农作物等等 这些大家全部都讨论 不就告诉你 其实通膨的标高 它也跟战争有关 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 因此如果战争落幕 那表示什么 其实接下来的剧本 你也应该了然于胸啊 就是通膨它不会一直往上标高 那预估呢 第二季以后会开始进入物价的转折 也就是通膨可能从四月建高之后 会开始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目前呢 俄罗斯的一个情况 观察俄罗斯的股市 跟它的货币卢布的走势 那红色这一条线呢 就是俄罗斯的卢布的走势 这个方向往上走高 代表的是贬值 那你可以看到俄乌开战以后呢 俄罗斯卢布快速的回贬 可是呢 就在大家呢 担心卢布的危机之余 想不到呢 转眼之间 从三月以来 这么多的利空 卢布却升值 而且呢 不是小小的升一点点哦 它几乎已经快要 回到俄乌开战前的位置了 几乎快要了 那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如果俄罗斯的债务会违约 卢布会变壁子 甚至垃圾 那基本上 卢布是不可能 有这种升值的走法 所以这个升值也告诉各位 俄罗斯的流动性问题 金融危机跟债务压力 应该最后也都会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简单来说呢 我个人认为呢 俄国的债务 应该不会有严重的 违约问题出现 再来呢 我们看到恐慌指数 对应呢 美国股市 那么蓝色的这一条线 就是VIX 恐慌指数 俄乌开战日 在这个地方 飙高 然后接着呢 正式的 这个俄罗斯大军 押近之后 恐慌指数呢 一度大概来到 三十六附近 冲高 好 可是现在呢 恐慌指数 已经回到 二十以下了 甚至比起呢 开战日或开战之前 还要来得更低 那就表示 市场早就对 这一场战争 慢慢的感觉到呢 不是那么样的慌张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从三月初以后 恐慌指数就持续的下降 那这个也很合理啦 因为呢 不管是因为战争 还是什么样的 黑天鹅利空事件 请你记住 温昌老师告诉各位 同一个利空 对于金融市场 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力 它一定会递减 同一件事情 它不会每天醒来 每天醒来 就让投资人呢 吓得半死 它的影响力 它的威胁 一定会递减 好 更进一步来看呢 红色这一条线 是每股S&P500指数 现在持续反弹 从第一点以来的一个弹幅 已经呢 超过二位数以上 那么更实际一点 我们来看 这是现在S&P的位置 已经超过了4500点 那二屋开战的时候 2月24号在这里 大概在接近4200点附近 所以现在的 美股的位阶 是已经完全收复 二屋开战的位置了 所以这个事件 会怎么演变 其实真的不需要 看到了今天的新闻说 二屋和平有望 其实真的不用 我们在这个市场 常讲一句话 人两脚前四脚 意思就是说 其实金钱是最敏感的 国际的所有聪明人的钱 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局势发展 是越来越不利 那个钱跑得跟飞一样快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讲的 从卢布到俄罗斯的股市 到恐慌指数 到美国股价指数 都告诉各位 这个事情 你真的不用再去担心 那剩下的问题 通膨 升息 还是国内的疫情这些 我也觉得 你真的都不用担心 我这是由衷而论 真的要担心 我会提醒你 那你真的该担心的是什么 手中的股票 第二季的表现会如何 它仍然是不是 市场法人所青睐的趋势 还是已经由多翻空 这个你比较要去留意 好 那我们就回到台股的部分 来看一下 台股现在缺什么 简单来讲 补个量就准备要往上攻了 我们从量价关系角度来说 像这个地方 击杀的时候 这个也是因为俄乌战争 那当时就处于一个 价跌量争的格局 价跌量争代表逢地有买盘承接 所以呢 做空的人 就不要再追空 要先观望 那接着台股 两次的回撤低点之后 开始反弹 出现的是价涨量争 这个就是买进讯号 好 那近期的状况呢 又变成是价涨量缩 所以呢 做多的人 就不要先呢 大幅度的加码 先观望一下 好的股票可以续报 但是呢 持股比重 先不用急着拉高 好 那再回到就是现况 现况来讲 现在台股需要什么 你明显可以看到 大概我们就是处于一个 价涨 但量稳的格局 所以呢 接下来台股如果要攻 那一定就是要扩量 那扩量呢 就先从五日均量开始 先表态回升 台股呢 就会往上走 那最起码这一波要走到哪里 才是一个基本满足点 那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根K棒 这一根K棒 是2月23号的收盘价 也就是呢 俄乌开战之前 当时大盘收在18055 所以简单来讲呢 大盘应该要 也必须要回到万八以上 这样才表示台股是健康的 因为每股都已经涨回去了 台股不应该落后 那如果台股在这边 要攻回万八之上 那我认为电子股 当然会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电子的部分 今天的成交比重 是来到了六成二 我记得 我在电子股 占大盘成交比重 剩下三成多的时候 就告诉各位 做坡段的人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买点 不是只讲一天 是连续提醒大家 做坡段的人 那其实 也没让各位等太久 那个时间 约略就是三月中旬 现在三月底 你看电子的成交比重 从三成六回到了六成二 那我也讲过 这个 等到电子的成交比重 回到五成 回到六成 一定会有更多更多 该涨的电子股 会表态发动攻击 那你真的真的不要说 等到呢 什么电子的成交比重 都回到了七成以上 大家全面一面倒 把它视为主流的时候 你才开始考虑 要买哪一支 那就太满了 这个就是操作的心法与节奏 那今天我们要先提醒大家的是 在盘面当中呢 明显可以看到 投信大乱斗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三十号 明天三十一号 月底也是季底 投信呢 要做账 也要结账 所以呢 一些涨幅高的 投信持股比例高的 你就要小心 那波动大 你不用呢 急于去乱追价 简单举个例子 乱追的下场会是什么 散热股起红 从快要涨停 倒回到平盘 你不要想说 平盘那还是小涨啊 各位如果你追在高点的人 今天打下来 这几乎是吞一根跌停板的概念 那或者说像先前的 资源啊 创维啊 这些都是呢 投信原本就 任养了一段时间 而且持股比例相对高的个股 那在最后这两天可能它的波动就会大一点 而且啊 第一季告一个段落之后 投信进入第二季 会不会换股呢 我告诉各位 一定会 有一些股票 它已经阶段性完成 贡献第一季进入第一季的目标了 所以投信它一定会把资金收回来 然后转往呢 极其低 预期上涨空间更高的一些潜力个股 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方向 好 那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电动车是2022年会贯穿一整年的主流 那特斯拉这一波呢 展开了强劲的上涨 结果国内呢 电动车的股票 果真也开始跟进 那好的股票呢 非常多 上个礼拜 我有跟大家先预告 我们本周呢 有两档电动车的股票 准备要买进 那待会我就来先公开一档 好 百元整数关卡之后 有一些呢 获利压力出现 所以呢 震荡做出了修正 好 不过我们从分时走势部分来看一下 这个回档修正啊 其实是一个良性的 整数关卡跟短线获利了结压力 是一定要稍微消化一下 但是今天这个卖压一出来打下去以后 各位可以看看 它是不是还在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一个多方格局的强势股 你可以呢 灵活操作 高出低阶 但就是千万不要去做追高 那反而回撤五日均线 到十日均线这个附近 它可能又会形成另外一次买点 因此我们是采取呢 先减码 然后保留现金 准备呢 再找呢 可以第二波进场的机会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呢 来回价差的目标 这个就是今年呢 我一再强调非常重要的操作的节奏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2497一粒店 一粒店的股性啊 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呢 动不动就涨停 动不动呢 就让你呢 爱不停 因为很多股票 它其实股性没有像一粒店这么活泼耶 你会发现到虽然呢 虽然说大概在二月中雨后 它是走一个大区间嘛 在这个区间 那我也没有说它真的哦 一路喷出一路创新 它就在这个区间没有错 可是你会发现哦 在这个区间里面 它涨停了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上礼拜才又涨停 今天又涨停 所以你要了解 一档股票的股性 它一定跟背后的筹码有关 所以一粒店它的股价非常活泼 那这就是我们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除了说呢 基本面的趋势非常好 那当然 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状况之下 还没有扩量嘛 所以还没有扩量的前提 很多股票呢 你要把握住它的股性 像一粒店我就觉得 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在这个阶段死报 反而适合呢 来回做一点小价查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到 6.235华福 今天创新高 那我们也先减码一半 那基本上呢 在40元以上这里 可能也稍微呢 需要让筹码沉淀一下 才能够走得更久 那如果在这里筹码沉淀 刚好搭配后面的一个营收出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呢 往下一个目标去走 那这些都是呢 原本就持有跟看好的个股 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呢 本周我们新买进的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那其中第一档就是2351顺德 那顺德呢 是导线价的全球前五大厂 其中在功率导线价的部分 则是市占率排第一 那受惠于呢 汽车电子化的趋势 所以现在一台电动车 或即便是普通燃油车 但是呢有更多的电子安全 跟娱乐配备的前提之下 所以车用的功率导线价 整个不管是产值还是数量呢 都大幅度增加 那在去年他车用营收的成长方面 是非常惊人的幅度 高达将近八成的成长动能 那不过呢 第一季营收预估呢 一方面是淡季 所以会下滑 二方面 还有受到一些呢 相关零组件缺料的影响 但是整体来讲 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组合变好 而且呢 同的利差改善 所以毛利率是回升的 所以营收下滑 获利不一定会减少 那再加上呢 南投的新厂 主要是规划生产高阶产品 在第二季末就会开始量产 这个部分可以增加 20%的电镀产能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第二季的动能 所以我们选股的条件是什么 位阶 各位 它整理得够不够久 非常久 再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第二季以后 业绩要明显的往上 不管是呢 毛利率的提升 或者是有新产能的加入贡献 好 那昨天呢 因为投信大买 一天 买超的数量占到成交量 快要三分之一 所以今天呢 直接跳空做出突破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买点 那当然呢 今天突破之后 它也报了大量 所以呢 要加码的朋友 不能乱追 明天 有可能会震荡 所以呢 这个必须要重新 去寻求 下一次的一个 价量支撑的一个区间 再来做一个加码 所以今天 跟各位分享到 从俄乌 开战以来 整个市场的金融局势 有很大的变化 可是目前来说 其实多头已经呢 稳步的重新 多回发球权 那台股将启动了 落后补涨 1万8来做靠拢挑战 我认为在这里 电子股会是 大盘工万8的主角 那其中电动车 更是不可或缺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包含像顺德 一粒电等等 我们另外本周 还有一档 锁定的电动车 那目前因为买点 还没浮现 因此呢 也就暂时不做公开 不过如果你想要 卡位新电动车的话 欢迎你呢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现在呢 投资的一个方向 当然不是在看 这个去年年报多少 然后配息算起来 质率如何 这个部分呢 当然大家都找得到资讯 大家也都会去看 我不能说 它完全不重要 因为至少呢 有配息的股票 它的下档 是有一定的支撑 股价的合理性 也比较容易呢 评估了出来 可是呢 你如果真的要 好好的赚一波 那我觉得 你就要呢 用大户的眼光 或者是跟上 法人的脚步去看看 他们在看的 第二季以后的行情 会是什么样子 什么产业 成长比较漂亮 什么公司 营收获利 爆发力比较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4927泰鼎 那泰鼎呢 股价的部分 最近算是一个在底部打底 那当然最坏的已经过去了 它从先前的一个高点 那去年底慢慢的拉回修正 最低点已经过去了 那目前在这里呢 做打底 那呈现了量稳价平的格局 那投信的开始呢 小口小口的买进 但是我讲过 如果投信 第一季作战完毕之后 有一些呢 高位阶 高基期 高持股的个股 它开始 获利了结 那么资金会往哪里走 当然就是呢 低档的股票 那其中 泰鼎 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 国内元大投顾 法人的观点 那首先呢 提到 因为呢 韩系的面板客户调整库存 指的就是三星 那导致呢 它第一季 业绩会先下 第二季再上 好 那请问各位 第一季是不是结束了 是吗 所以说 它股价的低点 也已经过去了 重点在于 第二季是往上 那因为韩系的客户呢 减少了第一季的订单量 所以影响到呢 泰鼎 第一季的营收表现 预期四月份 会恢复采购 另外呢 规划三厂 在下半年开始生产 结果现在呢 会提前到第二季就量产 生产什么呢 相对 毛利比较高的 汽车版 跟立基型的产品 那整体来讲呢 三厂已经安装了 三条产线 那么第二季会再安装两条 所以全部完工之后 产能可以增加 30到40% 所以这是法人 对于他的一个想法 给予的目标价跟平等 各位可以去研究看看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法人这么看好 那我认为了 在这里呢 至少 第二季新开始的时候 你把资金配置一些 在低位阶的股票 然后呢 不用去怕说 他第一季啊 是不是营收还没有看到 很漂亮的动能 这个都不是太重要了 重点就是 现在要买的是买 未来第二季会好的公司 如果他因为去年不好 或第一季不好 那这样子表示说 股价才会有便宜可减 假如是呢 业绩一路步步高升公司 恐怕股价也早就上去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三十五油田 这是设备厂商 那主要客户呢 目前重心都放在PCB 跟宅板厂商 那目前呢 宅板的外观检查 设备的市占率是高达九成 那受惠于呢 现在宅板厂都在扩产 所以呢 提供设备的油田 就明显受惠 那订单的一个交期排成 已经排到明年年初了 所以去年赚了七点五 那值利率有五% 所以下档有撑 可是上档来讲的话呢 预估今年的获利 能够呢 创新高 而且大幅成长 那我想呢 这个地方下降压力线 已经突破 技术面也开始出现了 转强的迹象 所以经过整理之后 投资价值浮现 投资就是这样子 轻松 简单 跟着文洋老师 一步一步来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投资金三角 心态 策略 专业 千万要记住 跟上文洋老师的脚步 等大家来电 祝你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是增词